請接牌 同計兩千年來 六次五二零行情 前十前五個交易日漲幅機率各半 但如果將時間拉近 由總統蔡英文自二零一六年上任執政以來 從五二零當天開始到後五後十後二十個交易日 大盤全數呈現上漲 凡人認為指數不排除在五二零前後 挑戰兩萬一千點的歷史新高 攤開六號臺股早盤相當強勁 高點來到兩萬零六百三十九點 漲幅超過三百點 而台積電也漲了十三塊 金融類股則受惠股力好表現 也是一片紅 中信金華南金早盤漲幅超過百分之四 元大金兆豐金則有超過百分之二漲幅 五二零將至投資人都在等 是否會有紅利行情 訂閱新聞娘晨 李皇榮一起解台北超過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書立法 海赳